男人貓子進去 許醫師一到現場 馬上被反年代團體包圍 有人直接抓住他的衣服 將他推倒在地 甚至出腳踹人 許醫師不敢起身 就怕再被攻擊 但是這個時候 有人竟然舉起腳 往他的胸口重踩下去 抗議民眾用腳尖頂住 許醫師的喉嚨 這個火爆場面 發生在今年初 許醫師是時代力量 黑派的青年代表 要參加年金改革中區座談會 卻被反年改團體攻擊 事隔八個月他人心有遺跡 最近收到一張 道案說明通知 他以為是警方抓到了 失誤者沒想到 很樂觀 覺得說應該是警察 找到那個加害者 就是那種財務的人 對 那我是打電話 給警察局的時候 問說這是怎麼回事這樣 那才說是當初 有一個倒下的阿姨 應該是他們來提告 對 所以那時候是覺得 滿沮喪的 許醫師被打 卻反被反年改團體控告 過失傷害 但到底是誰提購的 目前還無法確定 我覺得反年改會煽動 他們的群眾來攻擊其他人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不正確的事 反年改團體應該負責任一點 建議把人帶出門 那受傷的人應該 好歹慰問照顧 他一定是沒有辦法聯絡上任何人 才會變這個樣子 許醫師認為 反年改團體有權力 爭取自己的權益 但是不該使用暴力 他無辜未打 最後還挨告 不僅大批網友看不下去 只有連許醫師本人都說 果然是農曆七月到了 記者 林舅 六門兵 雲林 採訪到